分个三棱的底根据这个孔件来选择这个尺的大小 然后用铅笔给它画上记号 这样做的话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底 做好之后就用这个金刚砂的模片 给它切割成这个三角形 然后在切的时候也要注意随时调整 不要把这个切的太偏 尽量保持它的平整 然后再切另一个 玩归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给它取下来看一下 这两个三角形就取好了 然后用这个小胶霸给它固定一下 这个东西太小了 如果要是不给它固定到这个筷子头上 它是不好打磨的 两个都给它固定好 站稳 然后再继续用这个金刚砂片给它打磨修弦 把这个边边角角的不需要的地方 给它修的圆满一点 用这个小金针 把这个孔架给它掏一下 我用的是这个直压针 孔架掏好了 然后对着颜色合缝之后 放一点这个粉末填充 递点胶 这个放这个粉末的作用 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它结范更严实一点 然后把这个料子给它下进去 看一下 边边角角都对着颜色合缝 然后也是再做另一个 滴上胶水 这个胶只是启动的一个固定作用 如果直接卡的话 它是卡不进去的 如果直接卡不放胶的话 有朋友问我 那它带不住啊 那卡进去的话 它都掉出来 对吧 因为它没有什么卡环之类的东西 给它固定好之后 按一按 压一压 然后带胶水 干了之后 然后用这个金刚纱的这个针头吧 给它先简单处理一下弦 然后再用粗纱的金刚瓣 来进行打磨 修弦 给它做成一个 小三角弦的 像一个小金字塔的一些感觉吧 然后用各种小抛光的工具啊 最后上这个纱纸 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摸 然后抛光 这个成品的料子 就是说把这个底先做完 直接往里边弄 确实省事 速度快 但是考虑到周边接分的问题 我还是选择这么做 虽然麻烦一点 但是做的效果啊 我感觉相对来讲是更好一点的 然后根据这个核桃孔的大小 来决定料子的大小 经过一番打磨之后 我们看一下成品的效果吧 如果好朋友们感觉本视频还可以 就请给我留个关注吧 评论区等你们 别忘了收藏转发 我是韩凡 谢谢 请不吝点赞